第四百三十九章 雷阳谷 温暖的阳光从天际之上倾泻而下 照耀在庞大的山脉之中 而在那阳光下 隐约有着种种嘈杂的喧闹声传出 仔细看去便是能够见到 大批的人马正在以一种迅速的速度掠过山脉 对着那深处挺近 这般大队伍自然便是那些阳城的人马 经历了一夜的腰巢血战 虽然人数比起昨天少了许多 但所剩下的王朝大多都是有着不错的实力 所以那般声势 但依旧不弱 林东一行人队伍自然也是混迹在其中 他们并没有走在最前方 而是依旧选择了最稳妥的中部位置 紧紧地掉在大部队的后面 而在大部队进行中 虽说昨夜也是经历了腰巢攻势 但随着越发深入 雷烟山脉深处 所出现的妖兽也是越厉害 所以这一路而来 倒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从四面八方窜来的妖兽 也是带来了不少麻烦 林东起在小颜的虎背上 摩铁等人如同众星捧运一般的围绕在他的身旁 那些铁王朝的强者如今眼中也是没有了丝毫的轻视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敬畏以及钦佩 林东作业的那番举动算是彻底地征服了他们 林东兄 按照我们的速度 可能在下午左右就能够抵达雷烟鼓了 摩铁爽朗地笑道 他的脸庞上充斥着笑容 这一路而来周围不断地有着一些羡慕的目光射来 仿佛是在羡慕他们竟然找到了如此强力的伙伴 而对于他们这种目光 摩铁显然感到极爽 因为这之中不乏一些以前与他有点小恩怨的王朝 林东也是点了眼头 不过他的目光却并没有望向前方 反而是不着痕迹地在遥远的后方扫过 昨夜意外发现了那神秘势力 让得他知道 此次的雷烟鼓之行必然不会太过于平静 这阳城的人马固然多 但却是一盘散沙 各自为战 难成大气 当然 这种情况也并不是只有林东才知道 很多人都明白 不过明白是一回事 想要将其解决又是另外一回事 阳城之中王朝众多 虽说并没有真正的高级王朝 但中级王朝却是相当之多 他们在各自王朝都是天才人物 谁想要阵地以挥 让得他们俯首听命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甚至就连灵云王朝 以及大元王朝都板不到 这种一盘散沙的部队 如果真遇见了那种高级王朝 恐怕只会成一面崩的局面 甚至说不定 只要对面的涅槃强者一露面 便是足以将很多王朝 惊得缩脖子 而林东想要在这种多方强大势力 虎视眈眈下 夺得天赋灵术 以及远古密钥 可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 这宝可不好抢啊 林东仰天轻吐了一口气 在心中喃喃自语 而在阳城人马 快速对着雷阳谷的方向赶去时 在他们的后防处 大批的人马也是悄然掠过 与阳城人马那种乱哄哄的阵容相比 他们就如同受到过严格的训练一般 默契程度相比起来 无疑是有着极大的差距 而在那众多人马中央处 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 副手而立 黑衣发飘动 显得颇为的洒脱 他的脚步略过半空 没有任何的东西托付 仿佛预风而行 这比起其他人 时不时要借助着高速弹射相比 无疑是要潇洒许多 而如果林栋再次便是会发现 这黑衣男子正是昨夜他发现的那位 涅槃静强者 而显然他们的目标也是雷烟谷 大师兄 我们发现了悬兵王朝的踪迹 在那人马闪略间一道人影 突然出现在那黑衣男子身旁 弓声道 果然来了吗 闻言那黑衣男子眉头微微一挑 玄机弹笑道 这些家伙倒是跟我们谋上了 现在各大王朝都是在这远古战场 忙着寻找各种宝藏 这段时间这些家伙跟了我们这么久 上次好不容易寻建了一个宝藏 还被他们分了一杯羹 真是不爽 黑衣男子身旁一人道 大师兄 要不要阻扰一下他们 不用 此次雷烟谷之争规模不算小 阳城的那些人马虽然一盘散杀 但毕竟有着一些战斗力 那凌云王朝和大元王朝 也是有着不弱的强者坐镇 光依靠我们震慑力或许会不够 到时候或许海德和玄冰王朝略作联手 先将阳城的这些人马打发走 方才能够安静的探报 黑衣男子淡淡的道 那些阳城的人马 恐怕也就凌云王朝的灵志 和大元王朝的柳元 能够够看一下 其他人不堪一击 谨信点总归是没错 谁知道其中会不会隐藏着棘手人物 走吧 从另外一个方向绕过去 在他们之前赶到雷烟谷 黑衣男子话音落下 也就不再多说 手臂一震 速度突然加快 在其周围 那些身影也是立马的紧跟而上 而就在他们这群人马掠过之后不久 此处一棵大树微微波动 一道曼妙的身影便是闪现而出 那对窍目慵懒地看了看前方 而后红唇微泯 烟然清晓 真是有意思 没想到这里竟然也会出现一枚远古秘药 随着大部队的前进 这雷烟山脉倒也是有着被掀得天分地覆的迹象 不少的妖兽都是被惊动出来 这倒是让得阳城的人马吃足了苦头 不过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也是越发地渗入雷烟山脉 特别是当天空上的烈日开始斜落时 那密密麻麻的人马终于是逐渐地停下了脚步 一道道犯着火热与贪婪的目光 死死地望着山丘的前方 在那山丘之后是一片起伏的陷峻深风 山风高大前仗直插云霄 而在那诸多山风交接间 却是裂开了一道极为庞大的裂缝 隐约间有着浓郁的雾气自其中蔓延而开 甚至在那雾气中有着隐约的雷鸣之声极为的奇特 而那一道由裂缝延伸而成的山谷 则正是林栋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蕴藏着远古密钥的雷烟谷 随着雷烟谷终于出现在眼前 那些费尽千辛万苦 方才走到这里的人顿时发出了欢呼之声 显得颇为激动 林栋坐在虎背之上 面色倒并没有什么波动 因为他知道 当抵达了雷烟谷的时候 这密钥之争方才刚刚开始而已 接下来的一些或许方才是正题 他的目光缓缓地在周围那些险峻山峰中扫过 片刻后眼神微微一凝 隐隐间他似乎是觉察到了一些气息的波动 我们走后面 林栋偏过头 对着同样是一脸跃跃欲试的摩帖等人轻声道 听得他的话 摩帖等人显然都是正了一下 目光对视了一眼 出于对林栋实力的认可 他们最终还是点了眼头 狂喜的杨成人马 此时也是欢喜地冲出了山丘 然后满脸兴奋地冲向的雷烟谷 在他们看来 只要能够冲进去 他们必然是能够从中分一杯羹 而到时候 此兴的艰难也是有了回报 而塞纳等大部队最前方 则正是凌云王朝以及大元王朝 对于他们的这种位置倒是无人敢质疑 毕竟不管怎么样实力摆在那里 林栋一行人走在末尾的位置 而随着越发的接近那雷烟谷 林栋的眉头便是越紧皱 那种波动已是越来越明显 而前方的大部队 已是抵达雷烟谷数百丈之外 然而就在灵智和柳元脸庞上 都是涌上了一抹兴奋之色时 那后方的林栋眼瞳却是猛然一缩 也就是这一刹那天空之上 空气猛然爆炸而开 一道百丈庞大的灵力寒芒突然掠下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狠狠地轰在了阳城人马前方数十丈处 顿时大地抖动 一道百丈庞大的裂缝 生生地被撕裂而开 突如其来的变故如同惊雷一般 让得那些阳城人马骚动起来 最前方的灵智和柳元望着那巨大的苟曲 眼瞳一缩 玄境面色便是阴沉下来 不知道是何方高人走篮 还请出来一见 灵智抬头沉声大喝 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吧 这里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 就在灵智和声落下时 一道声音也缓缓地从这片天空上响起 而随着这道声音的落下 这片天空仿佛连温度都是悄然降低 而后中人便是见到 一道身影踏着清风而来 最后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那道身影踏风而立 并未特意地催动气势 但却是有着一种令人心悸的波动 悄然地传出 涅槃境 感受着那种强大的波动 灵智以及柳元的面色 也是瞬间难看下来 这种强大的波动